大家好,欢迎回来中途世界战争之影这款游戏的视频攻略 那么我不太清楚这个游戏的整个完成 是否需要把所有的城池都给攻克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世界的地图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在的这个区域是 之前的一个城池 我现在显示游戏只完成了27% 我打了这么长时间,只完成了27%的游戏 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包含不包含所有的支线任务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是又有主线任务出来了 它才不停的有主线任务蹦出来 但是至于城池,攻克城池是否必要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现在有这么几个选项可以选 那么由于我在这个地图 所以我就先进行一下这个仪式 这个任务 看一下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所有的 这是我收服的将领 这是我在底下玩的时候 没有路,没有路进去 我已经收服了很多队长 现在如果你收服队长多的话 那么你的这边的等级就越高 他就可以攻克他的要塞 那么现在显示对方的要塞等级比我的 比我现在的大军的等级要低 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可以攻击这个要塞了 我们来开始 这个主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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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式地点 仪式地点 这就是这个主线任务 那就是这样的主线任务 我以为它会更加热烈 那约尔格尔是完全在计划中的主线任务 这就是最完美的时间 这就是最完美的时间 扰乱仪式 只配三个弓箭手 好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好支配到一个 三个弓箭手都被支配了 然后下面该做就是扰乱仪式 底下有一个借铃和三个队长 我看到火药桶 我来说 这个这就是 这个主线任务 这就是 就是 这个主线任务 不是選擇的,我並不是你 好,現在有一個隊長下,我挑釁了 兩個 兩個 我決定應該先,我還是打一下這個戒靈吧 哇,我一下子血就下去了 有沒有搞錯 再次出發,再次出發 對方有很多射手 壞了 被幹倒了 對方有很多人 對方有很多人 會和那些人 然後來 對方有很多人 這次出發 對方有多人 是 哇 又被干倒 好,他已经变绿了 看能不能吸收他 哇,吸收不了 好,击败了戒铃,然后再击败伴兽人 快了,又被打倒 一杀 干掉 爆头 考仪式这个任务完成了 一万经验值 看下这些装备 这把弓箭不错 这个等级是降低的不需要 好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可以攻城了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地方给攻占 我们来开始攻城的任务 好 我们来到了攻城地点 现在就开始准备攻占这个堡垒 这把弓箭不错 所以这个家伙对弓箭 是免疫的 这把弓箭不错 快就会看到你的血迷的军 满箭不错 满箭不错 好 乖 你能寄出任何时 我感觉我们失败了在第一次准备的准备 现在我们最后的时间 上面居然有投石怪 先干掉这个投石怪 支配 好,这样呢,可以支配 我们来把另外一个投石怪干掉先 可以打里面吗 哇,没有弹药了,你们搞错 所以你只能使用两次 哇,干掉这个吧 星零之光 什么 我手下挂掉了 没有搞错 哎,好,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 第一个地方占领了 先到第二个地方出 我会使用两次 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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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家伙也是对弓箭免疫的 不能肉搏了 坏了 这场战斗真的很艰巨啊 我现在需要找个人补血 坚持免疫 看一看哪个人可以给我补点血 我坏了 又有一个失血而死 我现在损失惨重啊 这一战我损失惨重 全身都着火了 这家伙这么近打 过来了 他的这个补血系统 这个游戏的 我觉得他应该有点自动恢复吧 要不这个感觉还是很怪 剑尸免疫 自杀 干掉 剑尸免疫 沒人打我是自己恢復啦 咦,好了,佔領 孤顛雪 我自己也被火燒到了 怪了,好像中毒了 罵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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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需要赶紧回到这个圈子里 才能继续占领 好 占领了 现在就要与大王对峙了 先让我们看一下的装备 换一下装备 这是新拿到手的装备 咱们记得你之前先补颠血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唤一下我的野兽和保镖 我的动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我的技能 这是从空中下来 但是这个技能我用不出来 这个家伙还真的是很难打 杀掉了 终于干掉他了 如果您听听 我们是为了他们 我们是为了他们 这就是Mordor上升 这就是Mordor上升 这就是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要塞就被占领了 这个地狱被我征服了 这就是大王 选一个人 让他做大王 那这个人吧 他等级最高 我会让他做大王 这就是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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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已经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装备 这是一个新的装备 是紫色的 哇 这个紫色一下 等级就上去了 看着很厉害 装备上他 装备上他 所以我杀大王之后 那么我同时又开启了一个这个金币的一个这个功能啊 就是有一个任务啊 他叫这个最右边的菜单最右边那个任务 那个任务呢 就是 是额外的加分任务 所以我打完这个大王之后 我得了500金币 看学习一个技能 学一个动商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任务 任务 任务现在 埃尔塔瑞尔 他的又有一个新的任务出现 然后卡南的任务 我觉得我应该去完成卡南的任务 然后还有一个失踪人口 好 那么这一集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集回来再见